房間看出去就是臺北101 甚至還有綠井 河井 高樓層 沒有建物阻隔 價格自然偏高 但有民眾在網路PO文 說自己看上某預售屋 九樓 想出價台 但銷售員說我的出價 一定要高於八樓的售價 網友就納悶 殺價不是各憑本事嗎 為什麼我要配合其他樓層的價錢 根據瞭解建商定價有分兩種 有的是每層跳價差 而另一種則是分組別跳價差 例如某大樓總高十二層樓 一到五樓屬於低樓層 六到九樓中樓層 十樓到頂樓屬於高樓層 價格就會往上跳 但有些樓層例外 馬達水管低頻率聲響 最讓住戶討厭 如果是二十層樓以上 一般來說中繼水箱 會落在十三到十五樓之間 水箱所在的上下樓層 以及頂樓 因為容易漏水 房價就有溢價空間 還有這一層二樓車道戶 也因為汽車通過 常常罰人問津 但房價相對好談 就看公屋民眾如何取捨 三天兄的游家瑋巡青 還有報導